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一世态度强硬 一开始什么都不肯认 嚣张呛瞎 不过陈启祥提供两片光碟录音档给特征组 分别是10年林一世收惠6300万和12年所惠8300万 林一世听了当场傻眼松口 一号时检掉北高缤分11路搜索在林一世高雄老家 查扣他案中联地永间疑似合约草案 这份关键证据搭着午夜特快车送达宣告林一世大势已去 林一世和彭爱佳台北住处搜出一本记事本 敏感数字特定人民让他白口莫辩 从本来坚持清白不认罪 到后来检方证据摊开 证据到哪 林一世才认到哪 检方以挤牙膏式方式办案 让林一世所惠恶行恶壮 一一现行 追新闻阿公亚麦戴秋荣 台北报道 彭爱佳在刚才1点50分的时候呢 二度进了特征组 今天再进去会不会他的身份 或是结果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待会随时现场连线回来 带大家一起来关心 今天现场的来宾资政媒体人唐湘龙 你好 资政媒体人康仁俊 大婉 资政媒体人江中博 看什么大好 资政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好 辉文哥哥昨天还没有跟我们提到 你今天早上应该也有看到新闻 听到有没有听到那个关键录音带 里面有一些的对话 或者是看到一些他所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听起来好像行政院讲的话 他真的是 今天有被批评说 你讲话也太碰轰了吧 你有意外到吗 我没有说非常的意外 就是说因为这个上个礼拜三 这一周刊爆料到今天 就算他一个礼拜七天好了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很急 就是说到底林医师他请辞 然后被收他进监 到底里面证据是什么 那我刚讲七天的时间 如果你是林医师 那因为前面几天他还在那边 吱吱吱吱还在那边说谎音什么的 他会把合约留在高雄 今天有一个媒体另外一个报导说 有查扣到美金的现钞好几代 你还把现金放在家里 还美金 所以 主席你觉得合理吗 你觉得有可能吗 如果我今天跟中国签了一个合约 这是正确的 我吞都把它吞下去了 我还放在家里等你来查扣 今天林医师他到底认罪 因为他昨天他有 有一个声明说他把这个 这个钱把他缴回去 我是看不太懂 就是说如果这个 六千三百万是计税 然后八千三百万是未税的话 他把六千三交回去 应该交给谁 是要交给陈起祥 还是要交给国库 这个我都有点 我都有点怀疑 所以 以目前媒体的报导来讲话 我必须说 那个录音带 主持人我们一直讲说 它是证据 录音带将来到法院交付结婚的时候 那个录音带还会是证据吗 好 今天这个我看媒体报导说 律师啊 就讲 这个陈吉祥的律师说 这人很土地 没有心机 没有心机到说 我今天到中博家泡茶 我还随便带着录音笔 说待会我跟中博讲什么 他们把录下来 这样就说我很土地 他说他临时去参坤买的 他临时去买的 搞不好我在录的时候 中博又一次录音笔 两个互相录 你也是在查坤买的 对对对 没有那么巧 所以我知道大家对这案子 当然有很多的情绪或什么 但是我必须要讲说 我个人我是比较保留 因为各位现在讨论的内容 包括我自己讨论内容 将来到法院到最后 判决定案的时候 我想还是未定的查局 不过呢 好 刚刚比如说 霍文兄讲他没有那么的意外 但是霍文哥你应该就很 不是 这个香楼哥你应该就很意外了吧 因为你前两个礼拜 不是还跟人家吃饭啊 还有说有效的啊 然后你也是那个坚持到最后 他真的认罪了 你才相信的那一位吗 因为那两个半个月前 我们是 我们是 几个朋友 那是家庭聚会 那我们去高雄去玩 那那天 因为林医师呢 医师跟他太太太 知道我们要去 就是他们也要来 他们也要来 那虽然他们没有小孩 我们都是带着小孩的 但是 因为他们很期望有小孩 所以那天晚上吃饭 也才不过十多天前 但是 我现在回忆 回想 大家都在想 闲话家家常 都在讲儿女基因 然后呢 他们夫妻两个也都 也都很积极的想要 想要当当爸爸妈妈 可是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 那个风 风暴已经在后面了 那 当然会对我来讲 我就回想那十多天前 然后到这两天 看着他昨天这样子 这样上手铐 然后进了看搜索 那真的是天跟地的差别 就是政治人物在犯错 瞬间就会毁灭 那时候那是很可怕的 但是 除了我之外 我要很老实地讲 就是说 因为我固然会觉得 这半个月那种反差太大 有不声唏嘘之感 但是周围有一些 我认识的 跟义士或者义上夫妻 更熟悉的朋友 那包括呢 他的辩护律师 很多的党内的这些 他的同志们 我坦白说 大家觉得说 因为你们都是懒 你都是国民党的 所以会为他难过 不 懒的里面也有很多 我不能说幸灾乐祸 但是基本上看到林医师 昨天犯科之后 在伤口散烟也是有 但是为他很难过的 其实大部分都不是 我认为都不是 因为政党的立场 而且从朋友的角度来讲 觉得说 你怎么会笨到这个样子 就是你怎么会笨到 做这样的事情 后来我会说 过去大家都把它当作是状元才 结果后来发现 他不是 他还是呆 那你怎么会呆到 就是说 大家开玩笑讲 就是说 你要收贵 你连收贵都不会 这件事都不会做 你要收贵都不会 就是收到这么轻而易举的 被人家逮到吧 但我不是鼓励大家 去做这件事 我只是说 怎么会笨到这样的地步 而且你难道不知道 你其实是大家 你同一辈的人都非常羡慕的 政治上面的明日之心 应该知道 所以我们待在为止 不了解就是 什么原因让你林医生 需要去干这样的蠢事情 所以到现在为止 周围的很多的 跟他很亲近的朋友 都还是 其实他进去了 都还是不相信 从不相信到不解 觉得 怎么 你怎么会呢 你有什么理由 甚至有一些 有一些经济情况好一点 朋友讲说 你如果有输了 你跟他说就好嘛 就我们兄弟 这么久了 你真的 你真的有事情 跟我们开口 选举大家都挺你了 明代认识的人 要借个几千万 应该也不会借不到 而且坦白讲 都还不是明代的关系 而是朋友的关系 选举大家都挺你了 你如果真的有需要 你开个口 那其实大家都可以尽量 这样帮你有这样的必要吗 所以到现在为止 其实真的周围很多人 我三不五是遇到的 讲到这几乎都 眼眶都红了 就是那种绝对不是 我所认识的 在官场上面的那种 是同志情谊 在官场上面的同志情谊 没有好到好到这个样子的 会因为自己某一个人 然后坐监犯科去坐牢 会难过的 那绝对是有一种 就是说过去对他的了解 跟跟信任 这么经不起考验 被破坏的那种的感觉 所以我说林医师这次 当他进了看守所的那一刻 真的他的政治生命 已经死了 但是很多人 对他的信任 也跟着都陪葬 不过呢 他前几天的时候 态度可是硬的很 打电话在那边call in的时候 在那边讲说 你们去查 什么一刀毙命什么的 没有想到真的 就让他毙命了 但是任俊 我觉得严格来讲 可能算是两刀 一刀是这个录音带 一刀是所谓的什么 合约草案 三斤半夜的时候 赶快在快递给他送过去的 那你说录音带好啦 不晓得人家跟你讲话的时候 会偷偷录音的 草案是你坚持的 我们今天看到他那个议文 他坚持跟人家讲说 白纸黑字 没想到回来被咬了自己一下 所以刚刚湘龙讲说 林棋医师连收贿都不会 我在看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觉得更奇怪的是说 他怎么会连白手套都没有 就是这个案子是很怪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讲一遍不是教大家好 但是真的政坛人会这样想 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我刚刚讲说 有些做生意的朋友就讲说 你如果真的 你跟我们讲嘛 因为他从来都不开口的 就是因为这些朋友 有的经济状况 生意做的都还成功 有的还拜林医师 自所自就有帮过一些忙 那么你如果真的需要 我们帮你嘛 那甚至于就是刚刚也提到 就是这朋友都还讲 就是说 你如果真的需要白手套 你跟我讲 我来当一下 就说朋友两个插刀 当你的白手套 牵到我们这里 都不会有事情 虽然这都是后话 可是你就知道 就是说 有很多跟他感情 真的很好的朋友 觉得呢 就是这辈子交了他这个朋友 其实都还觉得光荣的 不是因为你是秘书长 而是觉得你还是一个 可以交的朋友 到那刻为止 都觉得很受伤 不过呢 仁俊我们在听录音带 或者是看这个议文的时候 都觉得说 你讲话讲的是有点不好听 我老实讲 就是说这个案子 他我一直在讲说 他很奇怪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 他收贿的这个过程 被人家录音的 这是一件事 但是你说他真的缺这个钱 我们如果从林医师的 那个成长背景来看 基本上他应该 不会缺这样子的钱 就是说 他就收这个钱 对大家来讲 会觉得错愕的 第一个是以他的家世来讲 其实他不太可能需要说这个 所以有人在猜输 他一定会接连两次 比如说他去参加那个 县市场的选举 然后令委选举 所以他有一些这个金钱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看说 是不是录音带 就能够一刀毙命他 或者是用合约的方式 其实我倒觉得 这个是会有争议的 所以会有争议就是说 录音带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一直在讲说 他的录音带什么证据什么 可是你想想看 连赖素鲁 连赖素鲁他都讲说 我到了特征组之后 看到那一堆的卷证之后 我自己都感到差异 以赖素鲁的经验这么多来讲 他不可能看到一个录音带 或者是看到一个合约 就会认定说 糟糕我没有办法去了 所以其实大家一直在想说 特征组在这次办案里面 其实有用了一点点小小的技巧 也就是说 他其实用了一些的方式 让林医师觉得说 这个案子可能很容易过关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对 一个他可能用一个 所谓叫他治案的方式 因为他治案基本上 是被告跟具体犯罪事实 并不是很明确的时候 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检察官办一办 他觉得说 如果没有什么证据的话 那我就是自己签结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说 大家比较好奇说 检方用大动作去 拘提这个所谓的 这个陈启祥 结果拘提他之后 约谈完之后 是把他请回的 如果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陈启祥今天 不只是林医师收贿而已 陈启祥有没有行贿的问题 基本上这个案子里面 两个都是被告 可是陈启祥 他可以回来 所以特征组 用这种做法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可能 林医师会觉得说 你看他可能没有什么事情 所以你看他那一天 很轻松的去特征组 包含像彭艾佳 因为其实我们都在 同一个记者室里面 大家其实都有交集的状况 其实那天艾佳 他也讲得很清楚 他说 那我就是相信我的先生 我认为不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希望大家 特征组还他请吧 所以其实后来大家在看 就是说 是不是特征组真的 已经事实上掌握了 比这个所谓的合约或者是录音带 更关键的证据 让林医师或者是赖苏鲁 在看到之后都没有办法反驳 只能选择性的部分人罪 人医师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 律师啊 有律师的专业伦理 赖苏鲁讲的话是 非常标准的诗言 诗言 我看到东西我都很诧异 你要帮你的当事人辩护 你不能出来讲说 发表我的 你不是评论员啊 你是律师啊 你在特征组里面 你就不是台北市医员 你是个律师 你自己都很诧异 那林医师怎么辩护 林医师说 那我投降好了 你都很诧异 那我什么都不讲 那至于任俊讲这个 什么办案的技巧 我比较保留 因为陈启祥当天就被限制出境 那个限制出境就是 就是一种强制处分 那我给大家看一个漫画好了 这个漫画 这个唐湘龙在这上面 这是被苹果日报拿来哭手 这个是陈峰心 这是唐湘龙 就说哎呀有名嘴啦 什么爱马仕啊 这个帮林医师讲话什么的 我个人不是这么看 因为苹果日报 其实他今天的社论 是有这样写 我简单理一下说 在唐湘龙节目里面 力挺林医师的主持人 跟名嘴 搞到大家傻眼 这个吃了满嘴的狗屎 我刚看了 蕭龙哥他也没有傻眼啊 他也没有吃什么狗屎 我不认为说 像刚刚唐湘龙这样的唐话 叫做力挺 那因为陈凤欣 我之前跟他有 有在同一个节目 我也不觉得陈凤欣有什么力挺 哎 主持人他都已经 认了罪要把钱够回去 都被受到渐渐的 谁会立挺林医师呢 当天你刚前面播的那个 林医师扣印到友台的节目 我也在现场啊 主持人哪一个不该问呢 他没有问我们也会吐他 他都问啊 林医师就说我没有啊 我没有讲六千三 我什么都没印象 他自己要这样讲 谁在立挺林医师啊 我觉得真的立挺是这样 我的立挺要怎么立挺 说这个是政治追杀 这是政治迫害 林医师是服务选民啊 六千三是去疏通那些事情 林医师一块钱都没有进口袋 他怎么不叫立挺 什么叫立挺 这个离立挺 差太远了 所以你说有人 我说实在话 因为我有时候这样 转的感觉 我看不到有谁 我倒觉得 刚刚向同兄姐姐 我呼应一下 真的是 打落水狗的比较多 有些民意代表 我也不要讲蓝的绿 就说我自己在电话什么前行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说的好啊 我跟他讲 笑着没人不久 用孙志无那句话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好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我觉得要请陈辉文哲吃饭了 好好好 我们够陪 我们一定要继续听下去的 就是那个录音带了 我今天听到录音带的时候 我有点诧异说 这个女朋友还要讲说 今天是3月10号星期六 我一听到我想说 奇怪你在播新闻吗 还要先讲 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 然后里面呢 听不清楚的再讲一遍 一遍一遍的重复 我想说是不是你那个录音笔 离人家临近一事太远了 你怕听不清楚 才要一直的重复这样 所以感觉就是有备而来 根本就是精心策划的整个局 对不对 反正报道的版本很多 嗯 那我刚刚在 我跟辉文的对话 你也听到了 辉文说他很调底 很土质啊 这样子 但是呢 这个又有人讲说 没有啊 他录音笔随时在身上 可是 陈启祥接受周冠法 我们也就不这样讲啊 他说没有啊 那天临时去某某3C买的吗 这样子 我哦 不下任何评语 我只是把各方版本 讲给大家听 你们看官们 自己来做决定 好 这就是他 号称他跟陈采梅 临时经过买的 录音笔啊 那录音笔呢 当然有份好坏 那他呢 是可能头脑比较差一点 他说不知道怎么用啊 所以后来回去再请 再请教一下啊 终于会了 会了就是怎么样 225是第一次用了 这310 我今天截取给各位看了 这是第二次用 第二次应该是比较架心就熟 去的时候呢 这个陈采梅呢 就先 其实前面还有很多对话啊 什么狗啊 阿爸 阿爸去找阿嬷 就他们的对话 结果呢 陈采梅就说 今天是3月10号 礼拜六 这边还少一句哦 那个 陈启祥拜老 假的这句 好 这边 有些省略我就不讲 陈启祥女友就是说 陈采梅就说 秘书长 那天一讲的前面要怎么样分 这边其实 林医师补了一句话是说什么 他说 哎 不要紧啦 我们都有认识 我会再跟你联络 那结果呢 陈采梅就说 再跟我联络 哦 就开始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之后 林医师就说 不然这样啦 分三趟 分三招 分三招 三三 二三 这样讲好 这样可以吗 会不会很难处理 这样子 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陈启祥女友陈采梅 在旁边就 蛤 什么 蛤 什么 对 然后呢就 就讲说 三三二三这样子 好 那结果呢 中间跳过 再来截取另外一个重点 接个电话 传个简讯就好 其实 有另外一个版本 接不到 接不到电话 传个简讯就好 哦 传简讯哦 对 林医师说 传个简讯就好 林医师又说 现在国库的印章都是我盖的 哦 然后总管处的印章是我管的 啊现在就行政院长一颗 我一颗这样子 那陈启祥女友说 都你管哦 又重复一次 这样子 然后呢陈采梅又继续讲说 电视都有看到 就交接那一颗是那一颗吗 这样 对啊 正确就两颗行政院长跟我一颗这样子 听起来他好像 感觉很阿 今天有人讲说 他是不是碰轰啊 没有这么厉害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又讲说 这个陈启祥是不是被逼得狗急跳墙了 到最后呢现在好好什么玉石俱焚 但是任俊 陈启祥他自己在地方上面 我们今天也听说 他的风脾也并不好 自己也都是什么很多仇人 还不敢回家睡觉 还要睡在车子上面 说他什么小气自私 没朋友的啊 其实这一次大家就喘啦 说他为什么要躲起来 因为他就觉得他人生的生命安全 是有问题的嘛 不过你这样想就好 就是说 这些商家或者是这些从商的人 他们要去做这些事情 讲说他不会自保吗 刚才有真的说话 我钱给你 最后要营火两气嘛 对不对 我总要留个证明说 我给了你什么东西 以后你不认账的时候 我可以拿出来说 你看吧你当时答应我什么嘛 所以你说他今天这个样子 他到底有没有预谋 你看今天周刊 他又继续讲的 我倒觉得这次比较好玩的 就是说他这次 2月25号跟3月10号的那个录音 你知道他其实综合了 这两次收费的东西 他在这两次录音里面 完完全全的把它重新复述了一遍 那个重点就是两年前 那个所谓6300万 所以你看到这里面有讲说 哎呀你看到这边 你应该说的那条纸6300万 他等于是把上次的那个收费 全部翻出来讲一遍 要林医师去做这个答应的动作 所以你说他没有心机吗 我倒不这么觉得 不过呢本来林医师好像是想要用 这个什么坦诚啊 钱要吐回来 可能要换一点这个减刑的机会 那现在看起来 有没有希望呢 到底是最轻轻到什么五年七年的 还是十年起跳到什么终身监禁 我们马上回来 做得了 它